講到日常生活的控制 我覺得飲食就是最重要的 控制三高 所以我要問營養師 到底有哪些NG的飲食 最容易引發心肌梗塞 我覺得這集很重要 因為現在發現心肌梗塞的年齡 其實是越來越低 不是以前的 就是引發主老人家才會產生 你三不五十看新聞 你就會有那種心肌梗塞的問題跑出來 那在飲食上面 我第一個列出來 其實是反式脂肪酸 因為早期大家都在講 膽固醇膽固醇的問題 可是現在發現反式脂肪酸 其實才是兇手 真的喔 對 那一般反式脂肪酸 他其實是剛剛洪醫師提到的 他其實是塞在裡面 他其實是沒有辦法代謝出來的 那隨著年齡越來越增加 你可能吃到太多反式脂肪酸 那相對你的風險就會增加 那他存在在哪邊呢 存在你覺得很健康的一些 比如說像蘇打餅乾 然後或者是像一些酥皮類的東西 其實都蠻多的 那尤其是巧克力的一些零食餅乾裡面 他的反式脂肪酸相對 他也是比較高的 所以其實在烘焙製品裡面還蠻多的 你講到很多美藥你都喜歡吃 我很愛 我看了肚子都好餓喔 餅乾然後巧克力製品 等一下 巧克力不是可以通血管的東西嗎 對 有一些不是很純的巧克力 那他裡面也有所謂的反式脂肪酸 那他是額外添加進去的 對 所以基本上 然後第二個就是飽和脂肪酸 現在講膽固醇 因為我們稱作生膽固醇指數 他裡面除了食物裡面的膽固醇之外呢 我們還考慮到一個就是所謂的飽和脂肪酸 那飽和脂肪酸你在體內是需要 但是不要過量 所以基本上如果你常常吃大量的豬油啦 或甚至於棕櫚油 這個其實要提一下 像我們之前很多吃素的人啊 他有心肌梗塞 他會覺得說 為什麼我吃素這麼健康 為什麼還會有 你其實很多的素食的產品裡面你去看 他後面很多的那個油脂的成分都是棕櫚油 對 或甚至有一些是有大量的椰子油的部分 那它的成分跟飽和脂肪酸其實是類似的 所以也不能過量 對 其實也不能過量 對 然後剛剛提到的那個所謂 三高裡面的一個鹽分過高問題 所謂高血壓嘛 其實現在很多年輕人之前調查 四個裡面有一個是潛藏性的嘛 發現自己是不知道他自己高血壓 那你常常 比如說你每次吃東西 你都要加醬 你隨便你也吃個麵 你也要加個醋 你當然啊 你不加醬 你不加醬 你的山怎麼過啊 對啊 火鍋一定要大加 黑白的 這兩個可能以後是你的生意這樣子 對 然後另外像有些老人家 確實他本來就已經種了一個 無可避免的老化的年紀了 那他又喜歡吃一些罐頭啦 甚至於麵裡面大家要注意油麵 油麵它是屬於耐含量還蠻高的麵 然後甚至於一些鮮甜的餅乾 有些餅乾吃起來是甜的 是甜的 可是事實上它裡面的耐含量是很高的 它有醃製的菜類 然後另外呢 真的就是一個飲食習慣的問題 這個才造就所謂年齡越來越輕的問題 就是稀釋化的飲食 甚至於大家很喜歡在晚上的時候 吃很鹹又很重用的宵夜 對 然後另外呢就是含糖的飲料 那含糖飲料其實潘老師之前講過很多次 其實他在體內其實會轉變成 酸酸甘油脂增加 不過我這邊提出兩個飲料要特別注意 你看這兩個飲料多多綠跟金桔檸檬類的 他喝起來都是比較酸的 那相對酸的飲料呢 因為之前我做過我們醫院附近的那個飲料的 那個營養分析 那通常如果是酸的飲料 那要調的跟一般你喝起來感覺到酸酸甜甜 他會比一般的那種紅茶 他會再多加一匙的那個果糖進去 所以其實他的含糖量會比較高 非常高 因為他太酸了 對 所以其實這個這兩個飲料可能 還有這些比較酸類的飲料可能要特別要特別注意 然後再來就是蔬果量不足 你剛剛已經提到就是你血管篩住 其實就是個發炎反應 你的讓他保護的因子不夠 那相對就是血上加霜 像你每次到飛機上 他叫那個餐點來 他就給你一個麵包 然後他就給你一大塊的奶油 對 那早期我們弄那個奶油都硬得很難抹 對 那那個很難抹的呢 硬硬的一塊那叫飽和脂肪 就剛剛他講的 那個本來也不好 但是比它更邪惡的要反四脂肪就是什麼 後來進步到那一塊不是硬的 是擦起來很好擦的 那個就是更危險 那就是反四脂肪 因為我們天然界裡面 就在常溫常壓下 一塊硬硬的 那就叫飽和 就像豬油一樣 但是如果能夠讓你抹得非常好抹的 那個就要非常小心 如果再要兩塊呢 不久就差不多 我中午剛剛吃這個東西 我們講心肌梗塞 好像是冬季 一般是耗發比較多的一個季節 但是現在不一樣了 因為這個有新聞 我講給大家聽 像今年在高雄就有這個資料顯示 一般人就說冬天是耗發的季節 但是高雄市的消防局統計 在今年六月到八月之間 胸痛患者送醫之後 確診為心肌梗塞有十二件 反而比冬天一到三月多了五件 為什麼 洪醫師 第一個夏天是我們本身會脫水 本身會脫水 會流汗 會脫水 第二個呢 我們夏天還會進出冷氣間 所以你一冷 一熱 然後一脫水 然後今年夏天除了心肌梗塞以外 它還有很多人就是重熱衰竭 重暑的也特別多 就我們剛剛講心肌梗塞 我們剛剛是形容說心肌梗塞 像是土石流一樣 土石流有它耗發時間 什麼是土石流的耗發時間呢 通常我們說是颱風天 下大雨 這些是土石流的耗發時間 但對心臟來說 那個心臟的耗發時間是什麼呢 就是生氣 太累 熬夜 緊張 壓力大 所以這些大概都是一些 那另外就是變天 那還有人甚至在國外還有發生看球 那還有有時候還跟音響有關 就是那個噪音 噪音太大的時候 這也容易犯 那情緒會影響到這個 情緒那些就等於 情緒那些等於說是颱風天 所以如果說你有感染 有發炎 情緒又不好 然後生氣太累 所以才有打麻將自摸的時候 就突然一下就心臟病犯 這些是那個天氣因素 就讓它土石流 臨時泛 所以這些大概 所以我們再回到夏天 那夏天到我們脫水的時候 當我們脫水的時候 人心跳會快 所以這種交感神經分泌 交感神經分泌 有時候就容易造成血管 血管就是臨時會裂了產生血酸 所以夏天 那怎麼預防 幾件事情 就是說第一個 你夏天如果出外運動的時候 水一定要喝夠 水一定要夠 那第二個呢 有時候冷氣你真的不要太冷 你不要把自己冷氣開到什麼 22度或什麼那些 你進出冷熱 有時候外面38度 裡面22度 你這一進一出 那就等於是讓你血管一張 一縮 那你危險性更高 所以有時候就是盡量 反正就是溫和中庸之道 是一切最好的方式 了解 其實冷氣 不要對著頭吹 對著頭吹是很麻煩的 為什麼呢 因為你外面很熱 然後冷氣一對著頭吹 你覺得很涼 對 可是被他吹的這一側的血管 會收縮 因為為什麼他冷 他冷他就會收縮 所以我們有遇過就是 50幾歲的男性 晚上睡覺的時候 冷氣對著頭吹 結果中風 是喔 那講到心肌梗塞 還有一些飲食上的迷思 一定要跟我們說 第一個就是 我心肌梗塞 如果只要不吃紅肉 因為大家會覺得紅肉 是他的那個 好像是 所謂的血脂過高的耗發因子 那只要不吃紅肉跟起司 就能夠維持心臟健康嗎 其實剛剛我們在 上一張那個手版裡面 其實有提到 心臟會阻塞 不只是所謂 飽和脂肪酸的問題 還有鹽分的問題 甚至於還有所謂的 糖分的問題 還有你可能蔬果的纖維不夠 然後還有肥胖的問題 但是我要提醒 倒是太多的紅肉 會導致你所謂的 生膽固醇指數的 這個指數增加 那確實會讓你的 體內的一個膽固醇增加 它才是有發射風險的 真的喔 對會比第二體所謂的蛋 來的風險更高 因為紅肉它相對 它的所謂的一個 飽和脂肪酸高 然後裡面的膽固醇也高 那蛋的部分呢 它其實它現在是 已經被頻繁了嘛 因為蛋裡面呢 雖然說它是屬於 膽固醇略高 但是它的飽和脂肪酸 沒有像紅肉這麼的高 所以如果說你本身 如果說你只是一天一顆蛋的話 那你的蛋不要是 比如說不要用那種類似像起司 或是高油脂的去烹調 一顆水煮蛋 或是一個茶葉蛋 其實相對來講 它並不會影響到膽固醇增加 兩位是不是很愛吃紅肉 賀大哥有愛吃紅肉嗎 我平常是比較注意 就是不熬夜 然後運動 其實運動會造成 我一個很大的疑惑 就是我稍微動的話 又很喘 可是呢 不動的話 因為怕它還要那個 胖不不打那種感覺 對不對 就是說這個道理是 對 該不該運動呢 OK 那有個研究 它第一個是比較從來不 第一種人是從來不運動 砂巴馬鈴薯 第二種人是平常不運動 禮拜天心血萊潮去運動一下 第三種是 就是規則運動 它比較這三種 結果發現最差的 最差的 不是從來不運動的人 而是你心血萊潮去運動的人 突然 這種突然運動反而最差的 對 我是家裡買一個那個跑步機在那邊踩 踩到那個屁股都破皮了 所以我們建議要動 它最好的還是規則運動的人 其次是從來不運動的人 但是我們通常建議說 人一定要動 但怎麼動呢 你先從散步開始 一個禮拜以後稍微快一點 再一個禮拜再快一點 再一個禮拜再快一點 但是一定要持續 你不要說 那那個就是等於說 然後希望到兩三個月以後 每天規則運動 二三十分鐘 賀大哥 那你到底心臟後來是裝了幾根支架 我裝了兩根支架 一個棒 你裝了這兩根支架之後 是不是以後就不會心肌梗塞 這個很明確的那個榮總 那個醫生跟我講 有些人一直裝一直增加的 像我們李登輝先生 不要裝多少支了 對不對 好像十支了 超過的 超過了 就是說他是這樣的 裝支架 我不是醫生 但是我知道他的道理 就是說你這個血管不通的時候 就把你裝支架 把你撐開一點 讓它通一點 就是變成這樣子 意思而已 那有些是完全已經不通了 你反而不能裝 你等於你把土石流通拿掉的時候 他那個血崩掉 衝過來的話 你反而會受不了 所以當時我有三條 裡面有一條 他說這條不能動 因為這條一動的話 可能會後果不曉得變怎麼樣 所以我只有兩條 兩條我裝這樣子 所以裝支架 當然我不希望就是說 這個逐年增加 因為這東西也不是好事情 但是要記得一件事 你可以另外一個想法就是說 你可以把支架當成 我們血管 你可以把它想成甜甜 但是它甜甜圈 支架是把中間那個洞給撐開來 中間那個洞給撐開來 但是它甜甜圈 如果你沒有好好保養 你甜甜圈還是會越來越厚 它還是會向你擠壓 所以重點是支架只不過治標而已 把中間那個洞給撐開來 那外面那個甜甜圈 那個你如何讓它能夠比較好呢 那通常就是要減緩它的速度 動脈硬化的速度 那減緩動脈硬化速度 就回到了三高 血壓 血糖 膽固醇 這中間最重要的 尤其是壞的膽固醇 壞的膽固醇它的因素就非常非常重要 所以賀大哥我要問你一件事 我沒有三高 你的壞的膽固醇現在是多少 現在是多少 我都正常 對不起 這個正常有時候就不夠 因為為什麼呢 因為在當我們已經得到心肌梗塞的時候 我們要求不只是正常 我們要求超級的低 所以這個就牽涉到 你今天中飯 中午吃的那頓牛排 到底是ok還是不ok 因為如果說你的壞膽過程 就是你已經把它降到非常非常低了 那家店不是平價的 應該不ok吧 跟這沒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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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肉質沒有關係 肉質要看 肉質 肉質 那個你要看你的 所以你一定要知道這個數目字 就是你要知道幾個數目字 知道你血糖如果完全ok那沒關係 那LDL就是壞的膽固醇 你要知道它的數目字大概多少 數目字多少就影響到 如果是你數目字已經用藥 已經可以把它降到非常低了 那偶爾鬆一點點 那也就罷了 但如果還很高的話就不行 這個是這樣 因為我每三個月要去做一支抽取 然後他榮總會把這個抽出來的指數 會跟我講 標準值多少 我的抽出來是多少 他都會跟我講 ok 我的脈搏 脈搏比別人要慢一點 因為我有吃那個心臟病的藥 所以說你變成 我不可能脈搏很快 就比別人慢一點點 有點像低血壓的感覺 其實這邊有一個紅綠燈的食物 那我們當然紅燈就停 綠燈就可以走 那就是紅燈就是風險值的食物 剛剛提到的三高裡面 我剛剛只有提到一個油麵 那事實上很多老人家很喜歡一支麵線 麵線其實它的耐含量也非常非常高 很難控制你的血壓的部分 然後還有剛剛提到那個素食裡面的棕櫚油 然後甚至於太多的純的果汁 它也會造成酸酸甘油脂過高 還有剛剛潘老師提到的奶精 或者你很喜歡喝外面的南瓜濃湯 那個南瓜濃湯 玉米濃湯裡面很多的鮮奶油 還有高餅類 蛋糕 軟糖 飲料 這些都是所謂的一個風險因子 那當然我們如果真的不小心 不要再說 你今天中午又吃 脆皮濃湯也是玉米湯 那個好好吃 那你今天中午真的是太離譜了 你會不會其實每天都這樣子吃 因為你沒有知道你到底該怎麼吃 但是我有其他的一些 自己的一些注意就是 我喜歡每天喝黑木耳汁 這個蠻好的 高鮮的 對 鮮的 對 高鮮的黑木耳汁 你的救命飲食有吃就對了 這個是 救星飲食 每天早晚就黑木耳汁 而且不能加糖的黑木耳汁這樣 每天吃 還有吃那個90%的巧克力 每天一片 你 這樣對嗎 因為他其實剛剛提到兩個重點 因為他是選擇90%以上的黑巧克力 第二個重點是他說他只吃一片 那至少他想要吃甜食的時候 那黑巧克力它裡面有類黃銅的成分 那他控制他的量 那基本上是可以吃的啦 如果說你真的控制一片 我覺得是OK的 對 但是我覺得你倒是高鮮的食物 真的要多吃一點 剛剛你提到的黑木耳 白木耳其實都蠻好的 那這邊其實有綠燈食物 包括地瓜 燕麥 小型的生海魚是針對我們的 三酸甘油脂的部分 Omega 3的部分 醬三酸甘油脂是有幫助的 但是我這邊提到的都是新鮮的食材喔 包括綠花椰菜啦 地瓜葉啦 巴勒 像我們的巴勒啦 奇異果 柳丁 這個是屬於維生素C高的水果 他在幫助我們膽固醇的代謝 他其實是需要維生素C來參與的 所以你反而也可以吃一點 這種像這樣子維生素C高的水果 那還有就是最後其實建議就是 如果你真的要在油脂的選擇上面 我們建議是無鹽的堅果 因為他其實裡面的Omega 3 其實含量也蠻高的 所以對於護腥其實是有幫助 心理可食病人其實紅肉要盡量吃少一點 所以我們特別建議要吃這個魚類 這個魚類剛好在秋天盛產青魚的季節 流息的季節 所以今天我們也用當令的食材 那這青魚我們最好也用清蒸 這樣子也不會破壞裡面的一些油脂成分 也不會產生致癌物 所以新鮮的青魚我們全部清洗乾淨 裡面內臟都清洗乾淨之後 我們就先抹上一些薑泥 薑泥 對 這個薑泥主要是去腥用的 另外我們也抹上鹽巴 鹽巴我們當然剛剛也已經抹過了 就是抹上一層薄薄的鹽巴 但是鹽巴不能太多 因為剛剛我們營養師特別提到 這個高辣的飲食是不行的 然後這反面也抹一抹 那抹上這個薑泥跟鹽巴之後 我們再把它鋪上大蒜 大蒜末 全部嗎 對 就鋪上大蒜末 兩面都要 對 這大蒜末也是增加香氣的 然後完了之後 我們都好了以後 我們放進電鍋蒸 一杯水 外杯一杯水就夠了 這樣就好了 蒸好以後 我們上來以後 我們再淋上檸檬汁 就非常好吃 而且像這樣的食材 不僅對你的心肌梗塞疾病有幫助 對你的這個智商也有很大的反應 真的 可以防止老人失智症 小潔 多吃一點 我很需要 這個好吃又健康的護心料理 所以一杯水之後 一杯水蒸熟 40分鐘 對就可以了 我們就可以試吃了 檸檬蒸青魚 要準備的材料有 青魚 檸檬汁 先將青魚用薑泥和鹽均勻塗抹 鋪上蒜末 再放入電鍋蒸熟 起鍋後淋上檸檬汁即可享用 健康又好吃的護心料理 我們來試吃看看 對 那現在這個青魚已經蒸熟 所以我們鋪上了一些檸檬片 讓它好看一點 我們在分享這個 我們的青魚的時候 我們請洪醫師也幫我們說明一下 就是裝支架的時候 到底是裝一般支架好 還是塗鴉支架好 現在目前支架 基本上有三大類 三大類 一個是普通支架 那第二種是塗鴉支架 那第三種呢 是它生物可崩解的支架 所以生物可崩解支架 大概要12萬多13萬 那塗鴉支架大概七八萬左右 那還有另外一個就是 普通的一般支架 沒有一般支架 它大概是兩萬塊左右 那因為我們裝了支架的時候 不是說就永遠 那有的會再塞回來 那再塞回來 我們塗鴉支架 再塞的機會是5%到10% 沒有塗鴉的普通支架 再塞的機會大概20%到30% 20%到30% 所以這個大概有時候我們會說 它是買了一個 你花了七八萬 減少它再塞的機會 減少它再塞的機會 大概減少了大概20%左右 那還有另外一種生物可崩解的支架 就是因為我們裝上金屬的東西 在心臟血管裡面以後 它就固定在那裡 那現在目前我們就一種 一種想法是說 血管 我們有沒有可能自己還會再變化 還有有沒有可能再擴大 所以這個支架 它就把它想成一個是 一個像陰架的一個觀念 它想說這個陰架 是不是能夠在三年之後 它能夠自己崩解掉 所以它用玉米去做的這個支架 它放在裡面之後 三年之後它會完全消失不見 那但是這個到底對我們人體 到底好不好 那目前的研究呢 在三年之內 並沒有比塗藥支架更好 並沒有比三年 那個塗藥支架更好 三年之後 目前還不清楚 也許我們要等它長期的追蹤 所以簡單講就是說 如果聽你這樣講的話 如果你要裝支架 你要怎麼選擇 你要裝什麼 為什麼要這樣逼人家 我大概會裝塗藥支架 但是 但是 這有但是 什麼叫但是 因為你塗藥支架 它另外的壞處 就是要吃阿斯比林跟寶酸痛 吃的時間要比較長 對 它大概至少要吃六個月 甚至要吃到一年以上 對 那普通支架大概只要吃三個月就好 所以如果你的體質 不能吃阿斯比林跟寶酸痛 不能吃兩種抗血栓的藥物 那是這種 譬如說有種胃不好 或什麼那些 不能吃長期的話 那這時候我們會建議說 你還是用普通支架就好 做得到一半 但是 你應該會帶好幾個月 我爸爸也能吃到這個 在於是 他可能會傷透了 但是 感谢观看